然後也是大家就是 就是都很喜歡小費包 會覺得我應該要有 然後這樣我應該也不容易 把早餐放到長蟲 所以進買一些小費包是不是 對 尤其是雲朵包 那你連上廁所都沒地方擺 你連掛都不能掛 你竟然很久這樣拿 對 你只能拿著 那它有袋子 它有袋子 它有袋子 配備嗎 有 有備袋 而且我看那些模特兒 好像都是這樣拿著 對 而且那個模特兒 還要這樣是開車的時候 然後把窗戶搖下來 手 雲朵包 你這樣 我就想說 你最好是開車的時候 雲朵包 因為它是大顆的 所以那個大顆的 我就完全沒辦法 因為它都是手拿包 所以它這個小的 我覺得還好 那你平常是裝什麼呢 那能裝什麼啊 手機 手機 可愛 錢包 對 我就是為了背那個小包 然後再去買那個更小的 卡牌 你剛剛是不是給自己 給好多合理的理由 真的 對 所以你那個小背包 最後那個F牌 那個是小背包嗎 對啊 整個是錢包 但是 不知道可以幹嘛 就可以買了是不是 它是掛在大包上的吧 不是 它是貼的 它是貼的 它幹嘛 那應該連錢包都放 對 真的 它可以放那個鑰匙 它只能放一個鑰匙 還有一張卡 就這樣 好 所以老師 妳趕快救救我們 這些重症患者 大家都覺得出門 什麼都要戴 什麼都不能漏掉 妳怎麼辦呢 以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律師 那非常忙嘛 他基本開一個律師事務所 還有兩個小孩 兩個小孩 一個國中 一個國小喔 然後他還寫書 一年出三本書 可以想像他有多忙 他就有告訴我說 他生活跟包包 能夠整理得津津有條 是因為它有一個 然後學起來 倒空一二三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 每天回家的時候 在玄關的地方 就直接放一個碗 或一個大盤子 直接把包包倒在裡面 倒空 搭在桌子上就好了 浩如的 要準備米缸吧 需要一個米缸或一個桶 不會 這我回家就變青 紅酒就吃入碗 所以每天回家是清的 你酒量到底是有多好 然後呢 倒空之後 他就去煮飯 是 然後回來要睡覺前 他會做一件事 會把包包丟出來的 三樣東西做一個整理 哪三樣呢 一 就是 我們每個都萬一會用到 紅酒會萬... 就是萬一會用到 它是絕對 絕對會喝完 絕對會喝 我喜歡你這種堅決的 不能丟...老師 還有二 兩條以上的口紅 或兩包以上的面紙 這好容易發生喔 或兩本以上的書 其實一本就夠了 三 壞掉的東西 就不再放進去 什麼才壞掉的東西 不再放 我跟你講 像我是最常會發生 壞掉的筆 斷水的 有時候我們會一直 放在裡面有沒有 這個就要整理出來 如果你有倒空喔 你就不會發生早餐爛在裡面 斬驅這個故事 對 然後接下來再來就是 錢包這件事情 因為是很重要 因為它是會看出 妳的生活態度 跟妳的理財觀念 講到這樣了是不是 是不是要來檢視一下 妳們的錢包 我常常常放了N百年的 那種互生服 過期的互生服 都不是今年的 以及一些過期的錢 我也會 籤詩都是放在裡面 過期的錢母 然後再一直吹 因為錢母妳就捨不得丟 去年輕就不得丟 但是我就會 後來我發覺小夾 我就會每天每天整理 然後小夾也 因為它的這個零錢 放得很少 如果你一旦就爆炸的話 你就會整個扣不起來 所以妳也會盡量 對 就會盡量把零錢 要用掉或是要清掉什麼的 然後這邊就是信用卡 那我通常 卡會戴得比現金多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證件 然後對 籤詩 關注公的 是上上籤嗎 上上籤 上上籤 一定要留著 會留著一定是上上籤 對 我跟你講 還有一張 白龍王的籤名 對 這就會 這就是都會一直戴著的 這要戴著 對 然後就會大概 然後每年我就會換 這個新的籤詩這樣 就比較乾淨嘛 那像妳都是習慣用信用卡的人 我是習慣信用卡 那妳家要花現金的時候 是找老公嗎 對 因為我真的身上 有多少現金 我回家那個皮夾就是空的 對 好可怕 我有試過啊 我就是也放個一萬人 五圈啊 然後去東區一圈回來 不曉得妳看到髮圈也會買啊 對 然後絲襪也買一買 妳都去買那種沒有發票的 對 然後如果妳有地方 可以刷卡的地方 它就一定會有發票啊 一定會 然後妳就會知道 大筆大筆的 這種小小的錢 我就是會流失 那依林看起來比較會理財 我其實這個皮夾裡面 坦白講超級精簡 我這邊就是主要的證件 然後兩張信用卡 而且它兩家是同一家銀行的 我的額度是被分享的 為什麼 因為一個是幫人家充業績辦的 另外一個是我真正需要的 所以其實我會看我自己 今天高興拿哪一張信用卡 我就拿哪一張這樣 妳怎麼忍得住啊 信用卡有很多回饋活動 我每家都想辦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重點 我真的不需要那些回饋 因為那些回饋 會會促使我自己去辦更多的卡 或是買更多的東西 因為我其實是對於那種金錢 沒有什麼太大概念的人 就有可以 好 那我就買了 然後買到說自己沒有錢 因為我昨天才剛剛補了家用 我所有的鈔票 家用怎麼放在這裡 家用是放那個錢包 然後不是 只有零錢小鈔才會放在 就五百以下的鈔票 才會放在那個小錢包裡面 好複雜 你的帳子好亂喔 就是啊 我跟妳講 我從龍媽媽有的理財 在做得越複雜才越好 沒有 一點都不亂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家用 每拿一張出去 他就告訴我 我現在只剩下這麼一點點 而且我只放一千塊 在這個錢包裡面 然後妳有發現嗎 錢頭 人頭全部都炒我 對 因為我每套 什麼叫炒妳啊 可以幹嘛 我每套一張鈔票出來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這些孩子 在跟我講說 我要去別人家了喔 拜拜 媽媽妳不要我 我壓力會很大 真的 妳信好多喔 你們覺得這四個小朋友 就要流落街頭了是不是 我就要給自己這種心理壓力 他會去更好的地方啊其實 我不要 他會找會更好的人家 錢怎麼樣都不夠出來 妳本來能花去星光三月 會不會活更好 我不要 錢要留在我身上 要花錢我就叫我老公去花這個 我說真的每個月剩下的 就是我自己的 我老公都不知道 對 所以我怎麼會甘願 讓他這樣吃就變變吃菌啊 我以前真的很誇張耶 我算過 我那時候工作比較密集 然後手上有好幾個 主持節目的時候 我真的一個月 我最誇張 我可以花到三十萬 對啊 然後再次三十萬 我不曉得我買了什麼 妳買什麼都不知道 買什麼不知道 真的滿可怕的 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如果三十萬來講 皓如可能想說 我隨便就是只要搭個捷運 就差不多花這個錢 捷運嗎 那是前兩集的內容 那Apple的方式呢 我的是迷你小錢包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裡面 有些什麼 因為它這個前面 你會每天整理嗎 不會 我反而錢包 我不會整理 對 然後它前面就是有 你看真的用得很久 那你怎麼知道裡面還有沒有錢 就是出門前會檢查一下 沒有錢的話就會拿錢這樣 然後裡面也有這種 小的 小的 招財的 大家的錢包裡面 都有招財的耶 都有平安 或是平安符 真的 然後裡面也有 這邊也是 就是卡的地方 然後也有一個招財的 妳真的很愛招財耶 我的大公公裡面都有三個耶 就知道我多需要了吧 真的 是不是 然後這邊也是一些 又有卡 然後證件跟 我沒有信用卡 為什麼呢 就是 妳是不是曾經有信用破產 妮妮 妳逼我說出這樣 沒禮貌的話了 沒有 所以我跟我妹 我們都沒有信用卡 其實是辦不過的 不是怕不辦 不是 是因為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觀念 因為我爸媽沒有給我觀念 說要辦信用卡 我從大學開始 用信用卡賺錢了 真的 因為爸爸給我付卡嘛 然後跟同學去約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去參選 然後我刷卡 我刷卡 然後我就刷卡 刷卡 換現金 對 然後我就收現金 然後帳單就寄到家裡 而且爸爸付你 我會說你一個人 你爸錢啊 對啊 講台語 妳真是在那邊洗爸媽的錢耶 難怪妳那麼多錢 買那些寶寶的 真的 因為帳單就會寄到家裡 真的 因為我從大學就這樣子了 然後我就沒有信用卡 所以我覺得我也不會亂刷 然後我裡面現金也都是差不多 四五千 然後有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個省錢的小方法 什麼 是我男朋友教我的 因為我常常 我男朋友也是都會 帶現金在身上 對 然後他有的時候吃飯 他就會開一下錢包 因為吃飯他要付錢 他看一下錢包 他說 我就瞄了一眼 明明裡面就有 而且還不是一千元大鈔 是兩千元的大鈔 為什麼要都沒錢 然後有三四張在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付 付完以後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剛才看你錢包裡面 明明就有兩千塊很多張 他就說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就只是這樣 因為他覺得那個兩千塊很漂亮 然後他覺得那兩千塊 是很大面額的 他覺得放在錢包裡面 可以招財 就像八財金一樣 這兩公婆到底是有多愛錢錢 多愛招財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按下鈴鐺 超好